啊我们啊上一期说过了大英博物馆啊 南面角落的展品 这呢北边角落出现了一个呢 高达十一米的木头柱子 红杉木的这玩意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图腾柱 这是大英博物馆 号称收藏产品里边 藏品里边呢最高大的一个 最顶上呢是一位酋长拿了一个棍子 这棍子据说会说话 这是一种图腾崇拜的象征 再往下呢是海怪 海怪底下是一萨满 就是咱们东北特大神的 用海雀羽毛呢 做了两个波狼鼓握在手里 下来还是海怪 最下面象征着祖先的一个人类的形象 再往下依然是海怪 这是典型图腾崇拜的一种特征 证明呢海达人 也就是现在的加拿大地区的 原的印第安人的 他们呢依靠海生活 等于说什么呢 把所有的希望呢都寄托在大海上 柱子怎么来到大英博物馆呢 一九零三年海达那边呢 坎生了一场瘟疫 村子里人呢都死的差不多了 酋长呢为了换点钱 维系村子里边的生活 把这柱子就卖给了大英博物 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又增长 对这我就看了 或者干什么uros 还没可以 一二二二三 换个别的 repeated 怎么办 几 пс 一路一二二二 我们注意 dream